我们把存在盘压料板先挪开 因为肉太长,我们需要把存在盘放一点锁住 然后把存在盘压了干,压上 然后调节好厚薄 锁住挡板螺丝 记住一定要锁住挡板螺丝 要不然的话,我们切漏的时候 它会因为压力而往下,挡板往下跑 所以说造成我们的切漏 不均匀,操作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旋钮螺丝锁住 然后开启大便开关 然后再开启百通开关 我们现在开始切肥牛 我们的机器,现在可以将整块肥牛 然后可以切割 一样开启大便开关 然后再开启百通开关 也要开启百通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